Hello 大家好 我是妮妮 今天就是2023年夏季日剧最后一part了 因为新剧情报实在是太多了 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挑选今天想要介绍的新剧 大约会有20部左右的夏季日剧 那目前呢还是会有一些夏剧呢 会陆续的公布消息啦 如果有机会的话再做介绍咯 那我们赶快开始吧 好的 第一部呢是礼拜二晚上11点富士电视台推出的《无所控》 这是改编自TOKINA QE2021年开始连载的同名漫画 是一部恋爱喜剧 恭喜Fuma终于轮到你了 在本剧里面呢 橘池风魔饰演的是一位DoS社长 嗯 怎么觉得Deja Vu 哦 跟梁介很像哦 但是她想假结婚的理由呢 比较像是贝雷劈到头脑袖斗的那一种啦 因为她从小就暗恋女主角 长大之后呢 两人姻缘际会的再度相遇 然后她就跟刚失业的女主角提出 扮演假夫妻的主意 刚好这位女主角她失去了生活重心 所以就答应了围棋半年的假夫妻生活 那她们两人到底能不能结婚成功呢 再说一次 像这种恋爱喜剧 当然就是要一边吐槽 一边准时收看的啦 饰演女主角的是长冰迷流 杜边祥泰 还有黑与玛丽扬都会加入本剧的演出阵容 本剧7月11号开播 礼拜二十一点还有一出是 隔壁台NHK即将在7月5号开播的 Loveな生活のすすめ 这是由小池蓉子主演的家庭励志喜剧 故事在描写很爱搞笑的一家人的日常生活 她们会在剧中呢 做很多搞笑艺人的梗 本次参与演出的还有殷井林香 中川大福以及JO1的 斗元一辰以及松本会香 接下来是礼拜五十一点十五分 在朝日电视台播出的 《警部补大神》 这是改编自长期上市 以及Kono Koji的同名漫画 由山田斗真来主演 她饰演的是警示厅搜查一刻的王牌 台场正 因为她的名字发音的关系呢 大家都叫她大魔神 她就是一个战斗力破表 会比任何人都提早感到 案发现场的热血卷发硬汗 但 但她有一个秘密 就是她会私底下杀掉 没有办法被法律制裁的那些犯人 一同演出的还有孔明 诶不是不是 是相经理啦 还有刚新婚的土雾太凤 以及小泽真月等等 主题曲呢 是由康江尼艾头所演唱的 欧甲米都水生 紧步步大神 7月7号开播 接下来是礼拜六晚上11点 昭日电视台推出的 敲响密室之门 改编自日本小说家 清奇有五的同名推理小说 是由刚刚关完门又来敲门的 送死松村北斗 以及 西田大舞双主演 松村北斗饰演的是 专注于研究作案手法的 御电厂道理 西田大舞呢 饰演的是专攻动机分析的 片无兵语 两人既是搭档 又是竞争对手 他们非常的有默契 而且分工明确 在没有电铃 只能用敲门的侦探事务所为 暗主破解案件真相 这是一部悬疑的推理剧 预计在7月29号开播 这一天的11点半呢 朝日电视台 预计在8月5号开播的 还有Hallation Love 这是一部和摄影相关的悬疑剧 是由真导秀和 以及高桥Hikaru主演的 高桥光他饰演的是 和妈妈一起经营 爸爸留下来的照相馆 是一位很喜欢用底片机 拍风景照的女大学生 深山朱莉 有一天呢 有一位陌生的男子 到他们家的照相馆 请他洗一卷底片 朱莉就发现这照片里面 有拍到一些让她觉得 有点熟悉的东西 在这之后呢 她又再度遇到15年不见的青梅竹马 发生了一连串令人不安的事件 揭穿过去15年间的真相 本剧目前发布的相关资讯量还蛮少的 总之看起来就是一个悬疑故事来着 下一部呢 是礼拜六11点40分 由娃娃TV制作 富士电视台播出的Gift 改编自天树真丸 以及羽公里真的同名漫画 这个是第四部 由东海电视台以及娃娃 共同制作 会在富士电视台播出的连续剧 总共有两季 第一季呢会在8月12号开播 第二季预计10月开播 由真田贵酒来主演 福索非贵来共演 真田贵酒饰演的是 天才行警天草纳月 那福索非贵饰演的是 拥有神秘能力的高中生 四鬼戏也 两人联手侦破案件的故事 故事会涉及一些什么 嫉妒啊 复仇阴谋等等 有关于人性而产生杀鸡的悬案 在这些悬案里面 买下一些伏笔 用两人出众的推理 以及神秘的天赋来揭开真相 原作者天树真丸呢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剧作家 他的代表作有 金田一少年事件部呀 还有侦探学员Q 好啦 以上就是目前夏季日剧 晚上11点 这个时段 地上播会开播的日剧 接下来就是深夜剧啦 因为有很多很多 所以鬼你就挑选几个 我自己有兴趣的深夜剧来介绍 并不是全部哟 好的 第一部 礼拜一日本电视台NTV 24点50小番播出的 Benisa's Life 点缀红色的生活 或者是装红生活 由南临卧弹西的大西流星主演 一起共演的还有 景恒红会 C系宋的松岛抽 森破永依 以及森田龙生等人共演 大西流星在剧中扮演的是 觉得化妆可以提升战斗力的 大学生 北条亚人 景恒红会饰演的就是杂草魂 然后一直都是素颜的女生 男生想要在化妆品界创业 女生就是抱着想要获得 诺贝尔奖的大梦想 来到东京工作 不料呢 他工作受挫 跌入谷底 这个时候他就遇见了亚人 说好一起要创立 男性彩妆品牌一边奋斗 一边谈恋爱的故事 主题曲呢 是哪年我单喜的新歌 Makeup Day Benny Sauce Live 7月25号开播 接下来是礼拜二 24点30分 在东京电视台播出的 《穷途末路的我们》 这是改编自内海八重 2020年开始连载的漫画 由HiHi Jazz的锦上瑞希 以及犬四贵账双主演 吉正瑞希饰演的是 曾甜透 他去参加小学同学 在校园举办的同学会 那犬四贵账饰演的是 同学会的主办者 孟奇树生 那因为孟奇树生 从小受到学者妈妈的影响 对于人性的善恶 非常的感兴趣 他就借由这一次的同学会 进行囚禁众人 对他们私语残虐手段的实验 参加同学会的23人 卷入了残酷的实验里面 在秩序逐渐混乱的情况之下 这些同学们就开始展开了一些 暴富、欺凌、背叛、揭露等一系列的行动 被监禁三天之后 导致了13个人死亡 在极限状态的这些同学们 到底是否可以保持良善呢 就感觉非常的刺激 那这一部片呢 已经在6月27号开播了 主题曲是HiHiJazz的新歌 Roberia 接下来是礼拜三24点30分 东京电视台推出的 欢迎光临自助洗衣店第二季 原本有在追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这是改编BL漫画的作品 有草串脱迷还有新人将一起主演 那就不多做介绍咯 7月5号开播 接下来是礼拜四24点 NTV推出的他们的犯罪 改编自横观大的同名小说 由身穿麻衣 潜田敦子 还有石井信奈一起主演 故事在说看似完全没有关联的三个女生 一个是想要结婚 在服装公司当宣传的女生 一个是内心孤单的全职家庭主妇 一个是刚入行的新人警察 他们各自追求着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 但是因为有某个人失踪了 让他们三人的人生 朝着意想不到的方向前进 是一部悬疑故事 他们的犯罪 7月20号开播 接下来是礼拜四24点30分 东京电视台推出的量产型Liko 量产型离子第二季 另一名模型女子的人生组装季 由宇田又夕主演 他饰演的是原本在第一季里面 活动企划公司工作的小巷离子 那是在各方面都是很普通 不起眼的OL 所以被同事说成是量产型的人 因为自己过着非常平凡的生活 有一天呢 离子突然对街上的模型店 还蛮在意的 在模型店老板以及店员的鼓励之下呢 他第一次完成了 机动战士钢弹中的 量产型萨克的组装 也因此开启了模型组装的日常 以及新的人生挑战 感觉非常的有趣哦 推荐给大家 量产型离子第二季 已经在6月29号开播了 接下来要介绍 是礼拜24点59分 MBS Drama特区 他们推出的 漫改日剧《泉与穴》 改编自曹河安的漫画 由苍幽贵主演 一起共演的 还有三元语衣 以及中村林雅 主角呢 是对自己没有自信 但对什么都很认真的 二十代年轻人 殷廷杨真 而他的青梅竹马 犬四秀司呢 就是一个体育万能啊 成绩非常优秀 容貌端正的男生 他们总是被拿来做比较 那杨真呢 也因此被自卑感折磨着 而且他喜欢 和犬四结婚的丽湘 毕业之后呢 他们出了社会 那犬四跟丽湘 已经搬到东京 而且结婚了 只是有一天 犬四秀司 他突然失踪了 那人妻丽湘 突然回到北海道 去找杨真 让杨真 萌生了禁忌的感情 就是一部 七绝爱情悬疑剧啊 听说剧情 真的很哑外哦 好的 全雨穴 已经在六月八号 开播了 接下来是礼拜五 二十四点十二分 在东京电视台 推出的 初恋 稍嫌 粗糙 改编自杂枯杂枯罗的 同名漫画 由小野花梨 还有风尖俊介主演 故事在描述一位 轻度智力障碍的 女性的纯爱故事 患有轻度智力障碍 以及自闭症的 上户有杀呢 她在工作 生活 以及人际关系 男女关系 都是不顺利的 总是在寻求 自我的价值 有一天呢 她在打工的地方 认识了前辈 刚春龙二 就是风尖俊介 饰演的这一位男生 两个人 坠入了爱河 在前辈温柔的照顾下呢 心境一点一滴的 在改变着 男主角呢 也因为这一场恋爱 经历了自我内心的 挣扎还有成长 是一部疗愈的恋爱剧 预计在七戏 七月七号开播 接下来是 礼拜五二十四点三十分 NTV推出的 治愈系邻居的秘密 改编自 島福龙 还有梅泽夏子 他们的同名漫画 由田边桃子 小关玉泰主演 故事在讲 二十四岁的单身女子呢 她过着跟爱情 无关的简约生活 某一天呢 有一位高规格帅哥 人科昌真 就搬到了 藤子的隔壁去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 藤子在阳台 喝着啤酒 就跟昌真聊七天了 这种悠哉的时光 就变成了日常 于是她就开始 单恋着昌真 但实际上呢 昌真是藤子的跟踪狂 而且是从四年前开始 就一直在跟踪藤子的 哇 好像有点刺激 有点变态 很想看 说不定人家 真的是单纯的恋爱啦 好啦 这一部片呢 七月七号开播 也是七夕情人节哦 接下来是礼拜六 晚上二十六点三十分 朝日电视台推出的 Around四分之一 二十五岁的我们 改编自续之的 同名漫画 由佐藤大树主演 是一部群像恋爱剧 故事围绕在 二十五岁前后的 男女们为情所困的故事 故事中呢 有一个女生 她叫做早苗 她被交往了 八年的男朋友给甩了 某一天回家 路上她遇到男主角 然后坦白说 自己不知道做爱的好处 但又突然说 那我们两个一起试试看吗 诶好哦 各位佐藤大树的粉丝们 套路跟起来嘿 本剧七月八号开播 好的 以上就是鬼泥挑选 介绍的深夜剧 我们再往回推 再来介绍几个 八点播出的日剧 好的 东京电视台 今要日八点 要推出的是 黑友才 由田中归主演 她饰演的是一个 会去帮助警察 还有司法都不介入 事件的受害者 去制裁加害者的 黑暗英雄 是一部悬疑的社会剧 目前公开的资讯 还蛮少的 但是尽情期待 本剧八月十八号 要开播 接下来再来介绍一部 是东京电视台 预计在七月三号 礼拜一晚上八点 播出的 女王的法医学 失活师 第三弹 是由中间游记会 还有松村北斗主演的 他们的第一弹 在2021年 五月三十一号播出 第二弹 是去年的三月二十一号 已经隔了一年了 喜欢医疗推理剧的 还有汪口北斗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 另外 我想再介绍几部 就是网路剧平台 推出的日剧了 六月二十二号 已经在Netflix上架的 我们离婚吧 这是宫藤关酒郎 还有大时进共同创作的 全新故事 有松满桃李 众李依莎 还有很久没有在日剧里 出现的警户量 都有出演哦 这一部作品呢 从2021年就开始 企划制作了 故事锁定在 社会关注的 不伦话题 进而发展出 校内交织的故事 一上架就引起热烈讨论啦 这我还要多介绍吗 我们的NASI 有在台日哈的脸书 以及IG 跟大家分享过哟 有订阅Netflix的朋友们 请一次玩试它吧 接下来另外Netflix 在7月13号 即将要上架的 还有 《御守喜家》 《炎上》 改编自 《富士沙娃母亚戏》 的《同名漫画》 由永野衙玉 林木金香 龚腾阿虚佳 中川大志 还有袁松又离等人出演 是一部悬疑的复仇剧 故事在讲述 永野衙玉 饰演的家务助理的 这一位春田姓子呢 他为了要找出13年前 酿层火灾 导致家庭失和的犯人 进入了大户人家 御守喜家 当家政父 展开调查的故事 预告片 感觉就非常的好看 好的 最后一部 最后一部了 是8月会在 迪士尼Plus上架的 没有季节的街道 这是 龚腾关九郎 他一直以来 想要改编的作品 是来自三本周五郎的 同名小说 由龚腾关九郎 担任 企划导演加剧本 故事的背景 他是设计在一个 12年前经历过 Nani 这个灾害之后 所建立的 临时住宅区里面 那失去人生 希望的主角们呢 就来到这座城市里面 并在城市的居民身上 重新找到希望 重建人生的过程 由松弛壮亮 众野太鹤 渡边大只 一起主演 这部日剧 没有季节的街道 总共会有10集 预计在8月9号上架 好的 今天鬼妮总共介绍了 大约20部日剧吧 我想今年的夏天 有够大家忙的了 请大家好好规划 自己的暑假片单吧 如果你有喜欢的日剧 欢迎在底下留言 和我分享 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台语哈什么哈 那我们下次见咯 再见 再見